师父,那个前几天有这么一个事情 我的灵界在我家给您打电话 完了那个观世心菩萨就直接和我说话了 你啊,你不要神经叨叨就好了 怎么跟你说的 你告诉我你怎么跟你讲话的观世心菩萨 观世心菩萨说的 嗯,那个,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我吧 我说了那个人想打出卢台长的电话 你当时眼睛睁着还是闭着啊 我就在这坐着呢,我给您打电话呢呀 你眼睛睁着还是闭着啊 睁着呢 睁着菩萨跟你讲话了 啊,你眼睛看见 讲了有十几分钟 你眼睛看见什么没有啊 我,我没有啊,就是我家那个 听见观世心菩萨跟你说话 嗯 啊,你没有看见他 我就,我就直接,我就跪下了 完了,我就没感觉 那个,就说你感恩菩萨 就这么说的 嗯,然后菩萨告诉你什么话 讲给我听啊 他说的,因为我正放了您的那个录像 我就给那个街坊看 然后他说的,这是我的化身 我的妈呀 嗯,还有呢 讲下去啊 嗯,还有,他说 我就问了问那个孩子的情况 嗯,那个我家那个孩子吧 就是皮肤病了 一直想问您 完了,他说的 嗯,已经三十七岁了 还没有结婚吧 完了,我说他有皮肤病 很严重 你儿子是不是三十七岁啊 现在讲的一样啊 温柔都不得了啊 不是的,是我们街坊的那个声音 街坊的声音 哈哈 然后呢 然后那个 我还问了问我的情况 问了我妈妈的情况 完了,说的都挺对的 还问了问婆婆公公 问了好几个人 这关心不大给你看头疼了 呵呵呵 真的假的 我就是想问问您这个事情 很简单 真的假的 你要看他说出来的真的假的 如果说出来都对的 那就是真的 说出来全不对的 那就假的 还听不懂啊 那个 卢台长 我还把那个 秘书处打电话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 这真的是真的 你忘了东方山 是不是真的是观心菩萨呀 但是至少是菩萨 讲给你听好了 就是我们这个街坊啊 他自己称自己啊 修了二十多年了 不能给看 这因为这个你打进电话来 他们也不会给你转的 因为财产 财产不可能的 你们一点点事情就直接叫我 看一个台上忙得不得了 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 你就可以问了嘛 对不对啊 是啊 我就是说 这是不是观心菩萨 真的和我说话了 声音如果是你的街坊的话 那就可能是 某一位菩萨在他身上显灵 讲给你听的 哦 是这样的 至少是菩萨 就不会是 不会是不好的 邪的东西 明白了吗 他可能他自己说啊 他我原来不知道 他就说他 可能是一位大佛 哦 有一个问题 等等等等 他不会不拜佛 就在家里打坐 等等等等等等 我问你 声音是从你自己 耳朵里进来的 就是从心里出来的 还是你看见他 他在讲啊 是他在讲 一直他在讲是吧 对 哦 那是那是上升了 哦 是观世音菩萨 不不不 不知道哪位了 他自己说的 刚刚 我那个 我说刚刚是观世音菩萨 他说是 他说 哪位那个菩萨 我都能请来 啊 这个这个 你不要太相信 这些东西 哎呦 我就是想问问 您是不是 我以后还能跟他 再联系吗 少联系 哎呦 他说他是一到了海南 就是有好多那个 海南的大佛 请他 你跟我记住 你跟我记住一句话 如果你刚刚 说观世音菩萨 他跟你说了 十几分钟的话 都是从他嘴巴里出来的 你就打折扣了 听得懂吗 哎呀 我一直就是想知道 这个事情 好了 我要跟你打电话 直接就问这个事 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就是巫婆 有些人叫通灵人 有些是鬼在他身上 装着菩萨的样子 什么样子都有 但是没有害你的心 听得懂吗 嗯 所以这种事情 你听台长的话 听师父的话 你不要去随便相信这些东西 装神漏果的事 咱们不来 听得懂吗 嗯 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是 观世音菩萨 那你已经着魔了 我看你也差不多了 你们用你的声音 我还想问 用你的声音 你都可以 不要发神经啊 听师父的话 要正心正念啊 凡是这些人 跑到你这里来说 哎呀 观世音菩萨来了 你不要相信 听得懂吗 那个这个事 我因为他 我就跟林子住得太近了 是我在度他 完了一下他就坐在我家 来看您的录像 完了这样呢 完了 哎突然就观世音菩萨说话了 完了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是菩萨 也有可能是神 也有可能是鬼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有些人 通灵的人呢 就是那些神灵 会降在他身上 通过他的嘴巴讲话 这是真的 但是是不是 你不能乱相信 听得懂吗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天天还跟他打交道呢 打交道 你什么交道都可以打 这种交道不要打 听不懂 他说他修了有二十多年了 他修了二十多年了 他这次之前修了二十多年 为什么你还要去度他 人家已经修了你度他干嘛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哦我不知道 我刚让他看您的录像 完了他 他就说他是一个大佛 你问问他看 你问问他看 他过去会不会念经 修了什么法门 你都问问他看 他讲得出来 讲不出来 我问他 我说你是谁 他说 嗯 他不能说 好了 神经兮兮的 记住这句话 少 这方面少接触了 通灵方面少接触了 明白了吗 哎 听话了 要正心正念 你们没事不经 要吃亏的 很多人就是啊 因为很多鬼父在人身上跟人家讲话 然后是说自己是谁谁谁 结果那个 那个人就整天的跟他讲话 讲到后来跟他交朋友了 最后就变成神经病了 听得懂了吗 是的 那你多听听师父话吧 少讲吧 师父您多保重 不要脑子 不要脑子嘻嘻糊涂 看看西游记里面就知道了 唐僧还跑到庙里去 冲着那些妖怪拜呢 那是变的 听不懂啊 是的 现在知道了吗 嗯 不要乱来啊 学佛不能 不能走错一步的 走错一步变成神经病啊 其实我现在还有点 心里头不太 因为我还跟不跟他 再打交道 少打交道 少打交道 哦 明白了吗 哎 不要不理人家 少打交道 他跟你说那种东西 你就赶快 赶紧笑笑就可以了 哦 他过两天会跑出来说 哎呀 菩萨跟我说了 你要借点钱给我呀 哈哈哈哈 不会 他不像 他都二十多年都吃素了 他说的 你试试看啊 我不知道 你看看 等到过两天 你再打电话进来 就不会这么讲话了 乖一点了 不要 不要 谢谢您师父 进入学佛 实实在在 认认真真 不要 不要不要像闹鬼一样的 啊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那这样的话 你会找找迷的 你就会迷惑 不是听您的 你一定听师父的 不能乱来的 你一定好好修 绝对不能装神弄鬼 千万不行 明白吗 对 好了好了 嗯 哎